報告委員會 現在進行行政院院長提出施政方針報告 並被質詢 請行政院蘇院長報告 由院長各位委員先進 電視機前網路上收看的國人同胞大家好 蔡總統深獲人民支持高票當選連任 在未來的四年 他的第二個任期中 請我擔任行政院長 對台灣的未來破壞 做他的好夥伴 做最好的執行者 我深感 任重道遠 依據憲法 我組成新格 今天 應貴院邀請 率統行政團隊 前來做施政方針報告 並被尋 深感榮幸 台灣 是世界大家庭中的意願 我們不可能 置外 而偏安 尤其 強林就在近旁 虎視單單 虎視單單 政局 瞬息萬變 疫情 無孔不入 為建設 為建設我們的國家 保護我們的人民 行政團隊 戰戰 戰戰兢兢 不敢 消貸 去年 灰州豬瘟 我們守住了 今年 武漢會員 我們將士用命 超前部署 組成了國家隊 五個多月來 當全世界 一百九十多個國家 鎖國的鎖國 封城的封城 停課的停課 甚至 禁止其人民 出門 確診 全世界已經高達 580萬人 死亡 近 36萬人的時候 只有台灣 人民 還能正常生活 自由出入 學校 不但沒有停課 甚至 剛剛完成了 兩場 一場10萬人 一場 21萬人的大會考 一切平安 當許多國家 為買不到口罩 環勞痛苦的時候 台灣 MIT的口罩 已經免費 送給 世界各地 各友邦 甚至於 就掛在 白宮 官員的臉上 台灣 Can help 台灣 台灣 被全世界 看見 台灣 被全世界 肯定 台灣 被全世界 感謝 台灣 已經連續 46天 沒有本土 沒有本土病例 台灣 已經安然度過 三個潛伏期 如果在 6月7號前 也就是 四個潛伏期滿的時候 國內 沒有在 來逐漸社區 或大規模的群聚感染 我們已經宣布 我們將會在 邊境風險 嚴管 國內 鬆綁 的原則下 擴大 開放民眾 過正常生活 防疫之外 政府大力 紓困 全面 鎖護國人 從貴院 4月21日 特別條例 修正案通過 起金 我們用 花現金 助貸款 減負擔 三入並進 現金的紓困 已經發放約 700億元 協助了380萬的民眾 保住了3萬多家廠商 免於倒閉 34萬名員工 免於失業 紓困貸款已經 賀准 超過7600億元 幫助 70多萬個個人或企業 度過難關 另外 還讓 超過500多萬個個人 家庭業者 減輕相關負擔 差一個多月 我們 已經幫助 將近1000萬名的國人同胞 渡過 南關 在這個同時 我們 加緊 加快 加大 推動 公共建設 並且 並且 吸引國內外投資 帶動內需 利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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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灣 成為亞洲 第一名 全世界 第三名 由於我們民主防疫 成為世界的典範 國際對我們的投資環境 深具信心 這都是 未來台灣 台灣經濟發展的重要利益 為了因應 後疫情時代 經濟 持續的重整 政府 會從 國際的趨勢 台灣的產業優勢 跟市場的狀況 進一步提出 新的產業戰略布局 並導入 更融通的創新金融服務 帶國人走出疫情 振興經濟 政府為了使全民照顧 從幼兒到長輩 從居住環境 健康 防疫 食安 治安 到緩毒 方方面面 給全民 最好的照顧 我們的育兒經費 在蔡總統指示下 已經快速成長了三倍 未來 還要投入更多的資源 讓就學更平價 一而負擔再減輕 長照的預算 已經成長了八倍 我們還要 逐年調增到六百億元 讓服務據點更多 品質更好 未來的四年 我們也會再編列四百億元 來加速新辦 社會住宅 健全 都市更新 透過 耐政的補強 和危老的重建 讓居住更安全 租屋補助 也會再擴大 讓年輕的族群負擔更減輕 這四年來 政府 政府投入近百億元的金貴 防毒毒品的危害 未來 我們絕不放鬆 近期 更將鎖定 更將鎖定加強打擊 校園 國際競爭中脫穿而出 居民產業的延續 能夠更加升級 未來 政府也會 統籌 推動各項數位建設 發展數位經濟 朝智慧政府邁進 也將加強 航太產業的能力 搶佔 半導體全球供應鏈 的核心地位 為台灣 創造商機 過去的四年 政府從法制面 組織面 預算面 完整的架構文化治理的體系 接下來 將積極 為藝文人才打造舞台 讓他們演出精彩 並豐富 文化內容產業 來打造 台灣 國家的文化品牌 基於 台灣長遠發展 我們對於 整個國家的建設 從中央到地方 過化 到推動 我們透過 一階段 二階段 的前瞻建設 非常感謝貴院委員的支持 通過預算 未來 我們會更著重在 區域的平衡 發展 挹注 更多的資源 在偏鄉地區 更促進 地方 創生 我們會以 蔡總統所提示 和平 對等 民主 對話的原則 做基礎 維持兩岸 良性互動 但絕不接受 以一國兩制 矮化台灣 來破壞 台灣 現狀 政府 也會密切 關注 香港 情勢的發展 跟變化 我們會提供 港人 必要的人道 關懷協助 同時 也會把握 機會 讓 有意願 的高階人才 資金 來台 我們會繼續推動 踏死的外交 穩固邦誼 深化與美日歐 等理念相近的國家 合作的關係 也會延續 新南向政策 發展 多元的 合作模式 來保衛 國家 同時 我們 也會 為保衛國家而持續充實 防衛的作戰能力 並 帶動 國內的產業發展 落實 國基 國造 國建 國造 這次疫情 也讓 全世界的國家 都注意到 所有 戰略的物資 都必須 要在北國 一定安全 的結構 能量上 要 有所 緊接 跟準備 我們 感覺到 自給自主的重要性 一定能量的準備 是必要的 像糧食 像醫療 像醫藥 這一次 口罩 發生問題的時候 世界有很多先進的國家 自己 有能力 從事各方面最先進 的發展製造 但就是 沒有口罩 有很多國家發現 有 制藥 疫苗 種種的先進能力 卻 掌握在 中國 的手裡 絕大部分 或關鍵部分 所以 我們 都要注意到 怎麼樣 從 戰略物資 民生物資 糧食 到能源 的供應安全 我們也會扶持 相關的戰略產業 讓國家隊 能夠進軍世界 打世界盃 重要的糧食供應穩定 如果 是我們 自給能力 比較低的部分 我們也會 及早 部署 做相關的 因應措施 在能源的安全方面 我們持續推動 利能建設 強化 重要能源物資的安全存量 避免 受制於人 或者受環境變化 影響 我們 有建議 世界 局勢變化快速 科技變化 迅速 所以 政府 也不能 一層 一層不動 政府 也必須 激動 靈活 所以 政府的組織改造 如何改善機關 避免 裏床駕駕駛 包括公務人員的考 訓 用 講 成 道 調動 升遷 都要建立 有效 靈活 公平 能夠講 優太類的 典章制度 讓 真正 有心 有能力的 公務人員 都能在 最適合的 崗位上 一展 長財 為國 貢獻 而這一次 我們 政府對 看 防疫的表現 讓政府團隊的 公務人員 走到各地 受到歡迎 我們 整個行政團隊 從上到下 同仁也感覺得到 人民 要求政府 官員 就是要 接地氣 會做事 所以我們也從 這件事情上 鼓勵 所有的公務同仁 一展 長財 學以致用 在公務機關的 崗位上 好好發揮 就可以走路 風 就可以 不虛此行 就可以在 人生歷練上 有這個 機會 功勉好修行 做出好成績 也可以是 一件 光中要主的 好事情 各位委員先進 疫情帶來挑戰 還沒有過去 亞太 區域的安全存在 受到威脅 朝野 更需要團結一心 為建設 更美好 更安全 的國家 共同努力 此時關鍵時刻 正常希望能帶領行政團隊 為國家 建立百年 根基 為下一個世代 開闢 長榮 遠景 讓台灣 成為一個真正 民主成熟的國家 讓台灣 成為 亂世中的福地 讓台灣 成為一個 真正人民能夠安居於樂業的幸福家園 也讓 世世代代的台灣人民 以身為台灣人為榮 為傲 肯請各位委員先進 多多支持指教 謝謝大家 恭喜 stays 不用了 來